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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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! 步伐的第一种技术叫做进攻 这个手是户头的 这个手是户脚的 所以说先练着步子的就是禁忌 因为自己可以学习的 然后呢 这个步子练好了以后 再开始练这个活动步子 对 不在还要练声 步伐一顶少量功夫 讲究的是步伐 有ね生法的灵活 不在想换占套 练习这些的目的 就是怎麽樣的快速地有效地打擊到對方 大家了解的一點就是 這個一定要靈活 不要太大了 容易收不回來 手臂的腿伐 後方便衝 看法就是層面進攻 層面進攻 左右進攻 對 打這個打不到的時候 進攻 所以這叫 側面進攻 有的是正面進攻 對 側面進攻 旅手臂的 對方 看好 走 這叫做正面進攻 右手臂的 正面進攻 對 正面進攻 高度進攻 對 這叫做 對 這個調節 對 这是要练习的 第一 终 高 你来进攻 你来进攻 他是练习全场 来有效的打击技术 这就是拳法 拳法 少林的拳法 少林的拳法 是打击的 对 打击的 对 但是打击的 拳法 一般打击的部位是 头 小猪 正面的打击 是以这里为目的 对 上面的打击 是以这里的目的 下面的打击 是以这里的目的 下面的打击 一小波为主的目的 一般打击是可以给它摔好 人就是打二太郎 人就是打二太郎 所以说它有的是摔打同目的 一会儿整个要能打击地方 那就能要来这个招式 为平时少女工作的练习当中 在少女市的全组很多 像出手掌握拳的成为少女的罗汉门 叫罗汉门和鸿门 就像这种 这是拳法 少女的罗汉门拳法 就是拳法的方向拳法一种 你说的这个方向拳不叫向拳拳 也是少女拳的一种 为什么他能拳不拳 像拳拳 因为他叫你罗汉门 对 舌拳 他称为相型拳 对 还有巨拳 拳 刀 剑 贵 贵 十八百兵器 八戟也属于少年的分子 在少女市 在少女市很少练太极拳 他练的是心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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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心意拳 太极拳是从少女的心意拳和长拳中出去的 他练的是心意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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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心意拳 他练的是心意拳 他练是心意拳 同じ digital 感谢观看